在疫情防控期间,成功救治的最小确诊患者,出生仅30个小时,年龄最大的108岁。 我们是黑龙江的,可以过来看的。 对武汉刚开始的印象就是在电视上疫情的时候特别凄凉。 现在就感觉恢复正常了。 疫情期间本来没有收入。 说实话没有做事,还不舒服。 我就说组织同行一起去跟医护人员、医线人员剪头发。 剪了有10天,他说得很清楚。 今天是最后一次给你剪头发,你再剪头发就报警了。 只要老婆也是为我好。 我觉得是自己做这行,必须要为他们做点事情。 在疫情期间,剪了有2000多位。 没剪一个人,没写一个名字。 也可以说是一个战袍。 不错。 复述到原来的这个状态。 我觉得是用了三个人时间。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 我们是来自抖音上面的热干面乐队。 我们在武汉解封之后,4月底的时候沉溺了这个乐队。 我们要代表武汉。 那么武汉大家最熟悉的过早就是热干面。 我们在这样一个具有武汉特色的历史冬季前直播。 主要是想让全国人民知道。 武汉疫情过后,回到以往繁华的景象了。 今天确实是不好多些。 今天是吧,生活保住得不错的。 现在我们几个月到家里面花几万了。 你起码要花都要用钱了。 现在他哪里收的还要花钱呢。 买的吧? 买了15块钱。 年本带你。 来,我来捡。 你是谁批刘,分 far五 Shan 거예요。 大西北被驭下海夹托租租帽戚 之间、不卖日公圈禮形板